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我们有谈过在关于 Proton 未来的 Powertrain 啦 而且最近呢他们也发布了这个 EV 的品牌 那么大家应该会很好奇啦 另外一家国产汽车制造商 Produa 会有什么计划 不要着急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 Produa 的未来计划 那么各位期待吗 期待的话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最近很 Hot 电动车 我就先讲电动车啦 其实我们之前有拍过一期关于这个 Myvi EV 的影片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相亲在里面有讲过 那么在现在呢我要补充一些细节 那么就是根据之前的传闻呢 Protua 会和一家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合作开发电动车 那么我本身有去跟 Produa 询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啦 他们说其实并不属实啦 那么目前呢 Produa 开发电动车会有两个路线 一个是自己研发 一个是跟 Daihatsu 合作 没有听错就是 Daihatsu 那么之前呢我们的这个贸工部部长呢 Dengu Zafro 他在前往 Daihatsu 参观的时候呢 就有试驾了这个电动车的原型车啦 那么其实 Daihatsu 本身是肯定有计划在开发电动车的 那么未来呢他会不会跟这个 Produa 共享这个动力配置呢 我觉得可能性会很大的 因为首先呢在这一个日本市场呢 电动车的市占率并不高 所以如果 Daihatsu 呢真的是开发了电动车之后呢 他必定要找一个人来跟他共享这个成本 而 Produa 呢就是这个最好的合作伙伴啦 因为毕竟呢他们就是这个爸爸跟儿子的关系啦 然后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这个 MyEV EV 的路线 Produa 呢目前已经在跟一些本地的大学进行合作 就是来研究这个电动车的可信性 目前呢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款这一个原型车啦 据说呢会有这个400kmh 的续航 然后它的充电速度也有80kW 如果是讲以小型的电动车来说 80kW 的这个充电速度我觉得也相当快的啦 而且重点是它的电池小 这个充电速度可以很快的让电池充满 那么大家会取代 Produa 的电动车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 Produa 呢发布它的电动车的话 那么它可以很快的去在马来西亚市场普及 让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市占率更高一些啦 那么在这个传统引擎内燃机的部分呢 肯定还是会是 Produa 的主力 因为 Produa 都是很多人的第一台车 因为主要就是它便宜嘛 大家应该都会很注重这个油耗表现 而且未来这个油价可能会有提高的可能性啦 因此 Produa 的这个内燃机呢还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那么目前 Produa 有 1.0L 1.3L 跟 1.5L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这个 1.0L 的涡轮增压引擎 那么基本上啊 这四个引擎我个人猜测应该都还是会维持下去 那么呢 未来的车款像是全新一代的 Myvi 或者是全新一代的 Beza 都还是会有可能继续使用自然进气引擎啦 根据之前日本媒体的消息呢 这个 Diasu 正在开发一个全新的 1.0L TGDI Engine 它的马力表现大概是有 120PS 左右 那么呢我个人猜测这个引擎呢 可能是会在未来取代这个 1.5L 的自然进气引擎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 1.5L 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它的油耗表现是还蛮不错啦 但是放在像 Myvi 像 Elza 或者是像 Vios 这样的车款上面呢 它的动力表现可能就稍显不足啦 因此这个 1.0L 的引擎呢 如果是放在 Elza 或者是放在这个 Vios 或者是放在新一代 Myvi 上面呢 应该会有一个还不错的动力表现 而且重点是有低油耗跟低排放的特性啦 那么这个只是一个传闻啦 我们还没有获得原厂的这个认证 但是我相信呢孔穴来风未必无盈 在未来肯定的就是这个传统的汽油引擎 肯定还会是 Prodour 的主力 那么在这个混合动力引擎的部分呢 如果是油价真的调涨的话哦 便宜的这个混合动力车款呢 应该会很有市场 那么其实 Prodour 呢 也是有在这一方面进行一个研究啦 不过根据我们的消息 就是在今年发布的这个 Prodour D66B SUV 里面呢 可能很大概率不会有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 D66B 其实跟这个 D-NGA 的 Yaris Cross 是这个双胞胎兄弟啦 那么 Toyota 呢会更加的偏向于让这一个混合动力的版本呢 成为这个 Toyota 车型的专属 那么 Prodour 呢本身应该就会只会销售这个 1.5 公升自然进气的版本 那么什么时候会有这个 Prodour 的混合动力车型呢? 嗯嗯 其实呢据说啦这个车型应该就会是下一代的卖力 其实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在 2023 年的第三季部分呢 Prodour 就已经向各大供应商下达这个订货的指示 就是为了全新一代的 Myvi 做准备 而根据我们去挖出来的消息呢 全新一代的 Myvi 呢会有两种引擎配置 分别是纯汽油引擎 还有这个 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而这个混合动力引擎呢就是跟这个 Yaris Cross 共享啦 没有错 Yaris Cross 没有 可是 Myvi 可能会有 这个引擎的部分呢它的马力表现可能没有降出色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 109 PS 只是稍微高于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版本而已 但是因为它有电动机跟比较大的电磁组的关系 所以呢它的起步表现 会比起传统的这个 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更快 因为根据印尼媒体的测试呢 这个采用 1.5 公升混合动力版本的这个 Yaris Cross 呢 它的 0-100 加速大概是 10.9 秒左右 你想下咯 Yaris Cross 那么高 柔哈的轮胎那么大 它都可以有 10.9 秒 而放在车身池嘛 更小的 Myvi 上面呢 这个 Myvi 加速会不会更快 我相信会有可能的 然后大家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吗 刚才我是讲这个传统汽油引擎 我没有讲是 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传门中呢 Myvi 可能会有 Turbo Engine 但是这个只是传门啊 就是作为马来西亚市占率最高的汽车品牌之一呢 Prodotor 对于它未来的规划是相当清晰的 电动车肯定会有 因为这个是政府下令并需要有的 所以呢它们应该是在研发中 但是可能不会那么快发布 我觉得最快可能到2026年才看得到 但是混合动力引擎呢 基本上在明年我们就会看得到 我猜测啦 如果 Myvi Hybrid 它的价格大概 6万 6万 5 左右 加上这个油价潜在的调高可能性呢 未来这个 Myvi Hybrid 应该会是 很多消费者所选择的 但是呢重点在于 如果要推行这个混合动力车款的话呢 这个电池跟电机的我能力就一定要到位 不然的话消费者是不敢买的 不过我相信Prodotor 应该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们个人也是满期待Prodot混合动力车款啦 那么对于这三种引擎配置呢 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